而台东路野乡的鸾山部落一处民宅仓户在伤后下午发生火警 起火原因疑似因为屋主燃烧杂草灰烬被风吹向屋顶才引起 所幸当时有两名正在发送物质的远景经过 及时下车拿起水管灌旧五分钟内顺利控制火势 没有酿成重大灾事 这阵白烟从屋内飘出往上一看 铁皮的天花板窜出火苗 远景连忙拿起水管朝着起火点喷洒 两名远景合作无间 在短短五分钟内将火势控制住 不过由于屋顶布满枯枝落叶 远景不敢大意 还是请来消防人员确认有无残火 这起火警就发生在三号下午三点多 位在鸾山部落的一处民宅仓库 突然冒出白烟 但屋主却浑然没有察觉 所幸当时有两名正要去发送 弱势家庭物资的远景路过 见状立即下车 一边通知屋主 一边拿起水管灌旧 屋主表示自己在家的空地烧杂草 可能是风将灰烬吹向了屋顶 才会引发火警 所幸巡逻远景经过 在短时间内将火事控制住 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损失 近日山沙会陆远向报道